这个活动,我们这个数位发展部的这个数位产业署的这个海外的实习人才的一个说明会,我们就现在正式来开始,我们正式来开始,那我们现在就是请大家呢,我们就是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就是 世界华商经贸联合会的,我们的总会长,王欣义总会长,为我们大家来支持,说几句话,那大家就是请大家来欢迎我们的王欣义总会长 谢谢,谢谢秘书长,请问企业秘书长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 谢谢 我们世界华商经贸联合总会,我们蓝瑞福监事长 我们大洋洲华商经贸联合总会,许台文总会长 我们亚洲华商经贸联合总会,江俊仲总会长 我们的这个非洲华商经贸联合总会,李英伟总会长 我们日本华商经贸联合总会,我们日本华商经贸联合会,陈亦凡会长 我在线上看到,我们还有各国的会长,我们各州各大州的总会长,我们财务长,我们的王欣群财务长 还有我们的中华民国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我们财团法人资讯工业测建会的长官 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华民国职策会,以及我们数位发展部来举办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相信这个活动是一个多营的活动 那么可以为我们海外的企业能够提升我们的企业竞争力 找到数位的人才,然后有心血来激发创意 那么我们可以节省下训练的成本 我们可以拓展海外的市场 以及提升我们品牌的知名度 同时也为我们国内的青年学子 这些大专院校的人才 找到好的一个平台来实习 来累积工作经验 以及找到未来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跟平台 那这是一个双赢多赢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希望我们各位企业家能够应用这个平台 提升我们的数位化 能够提升我们企业的竞争力 那么也协助我们国内的青年才子 能够有更多的发展平台跟空间 那么在此预祝各位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心想事成 今天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 我们的王兴义总会长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监事长 我们的兰瑞福监事长 非洲的兰瑞福监事长 跟大家来自个词 欢迎一下兰瑞福监事长 欢迎兰瑞福监事长 兰瑞福监事长 大家好 非常高兴的 这么一大早就起来参加这个会议 谢谢辛苦了 好我们 谢谢我们的兰瑞福监事长 那接下来我们要 请我们的支撤会的 长官潘专远 跟大家来做整个我们这一次的会议 整个会议重点 我们的海外企业招商的说明 给各位的企业主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今天不能来的 也希望各位各国的会长 还有各州总会长 帮忙转达 那我们也把我们这个会议的 今天说明会的这个影片 就是挂上网之后 也请他们做一些参考 那我们现在欢迎 这次会的我们的就是潘先生 掌声 鼓励欢迎他 谢谢 谢谢 谢谢秘书长 谢谢大家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姓潘 那可以叫我Jeff 那在我旁边这位 他是我们的组长 是我们数学交易研究所 人才发展 人才趋势发展中心的组长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 今天一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的计划 那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赶快分享一下我的视窗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投影片 简报 那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 之前也有 这个李秘书长 有传给大家看一下 请问大家 都有看到我的画面了吗 有的 有的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就事不宜时间 时光时间宝贵 那这个计划呢 其实 他是 他是 前身 他是我们数位发展部 数位发展部 数位产业署的 这个执行的计划 那我们是他们委托的 我们是执行单位 他们是 主办单位 那这个计划 其实 有他的渊源 其实从 之前就 就一直在执行 那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数位转型 对于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Google也有 做这样的统计 其实人才方面 是我们这个数位转型 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在IMB 世界人才排名的记录里面 我们台湾的人才 其实在 在亚洲 在全世界排名 都是非常前面的 那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是一个 对于我们台湾人才肯定 你想借由这个机会 推现给世界的 各个台湾的企业 那在 这个部分 其实是人才白皮书 其实 我们的政府 也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实在2020年 就做了这个 TCA人才循环进化的白皮书 其实我们的目标呢 是三个C 第一个C是循环 第二个C是培育 再来是链接 那人才的话 是借由这个 国际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循环 然后让人才培育 链接到各产业 来做一个 3C的这个 不 不间断的一个循环 跟一个进步 那我们 其实这个计划 从2020年就开始 那一直到 22年有 遇到疫情 23年疫情 停止 我们就有实际的参访 那今年24年 它是一个调整 因为之前疫情不能出国 那现在是可以出国了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学生要到海外工作的时候 他们的签证是一个问题 那所以去年 我们比较多困难是这一点 今年我们就调整成 远距实习 大家可以看到有远距实习 然后我们在海外再研习 就是说它在台湾可以借有远距实习 就不会有工作签的问题 那大概两周的时间到海外 到贵公司 贵单位 可能马来西亚 新加坡 日本 泰国等等地方去实习 去做一个两周短的研习这样子 那这个机制跟大家报告一下 它其实就像刚刚说的 它有分两部分 第一个是远距的 它在台湾 那帮各位企业服务 可能你们有什么专案 或是需要什么数位方面的协助 可以开给他们 那再来的话是两周的海外研习 那我们会建立一个线上的平台 就是有点像104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学生会把资料投上去 那贵公司也会把整个 你们需要的人才的职缺开上去 那就会做一个match这样子 做一个媒合的动作 好 那我们这个计划的时间是五个月 那五个月当中 学生只要完成 应该是实习生 他只要完成240个小时的实习 另外两周的海外研习是不包括在里面的 那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会提供20个实习的名额 20位就是我们计划可以补助这20位学生 他每个月会有8800元的实习津贴 然后最高会有10万元的海外研习的补助 那就是看它在哪一个城市 我们是以那个城市的生活水平来订定 到时候那个表也是在那个实习的须知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好 那这个实习的话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招商的部分 在三月之前我们希望赶快把海外的优秀的台商 海外的企业跟我们合作这样子 那四月份我们就可以把职学开出去 五月份学生投地履历 那六月份就可以让你们跟这个学生跟实习生在线上可以面谈 那七月前就完成面谈 然后七月到十一月都是他的实习跟研习的时间 好 那我们赶快到下一页 那这个实习对象呢 他是在学学生为主 大二以上到研究所或是应届毕业生 如果说他是毕业之后呢 不好意思 我们看到有举手的部分 是我们等一下一起回答问题好吗 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是不是 OK 没有分享到 不好意思 好的 再确认一次 请问现在有画面了吗 有了 有了 抱歉抱歉 刚刚可能 技术上的问题 好 那因为简报大家都有 可能就不再重复 那刚刚也有录影这部分 所以我们就搭配着看就好 不好意思 那实习对象的话 我们除了在学学生之外 还有这个 已经毕业了 但是他在三年之内 就是在申请的时候 他如果还是没有工 是暂时没有工作 或是不是正职的话 也是属于我们补助的学生对象 好 那补助内容 就是刚刚说的20个名额 跟每个月的8800元台币的补助 还有海外的研习补助 最高10万元 好 那海外企业的部分 可能我们说一下 他其实除了一般的海外企业 国外注册的海外企业 在我们就是台湾的企业 台商企业 或是研究机构 甚至财团法人 都可以参加 好 那实习的领 海外研习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也有看到 是五个月的实习 是远距的 然后两个月的研习 是到贵公司的单位 可能是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等 那下面这地方 请大家帮我多看一下 就是他实习的领域 因为我们这次就是说 是数位科技相关的产业 所以大家在填写 这个须知跟报名表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实习的职学开的 要是这两个项目 一个是创新科技应用 一个是数位经济发展 那里面有很多的细项 像人工智慧 AI 这些都是属于科技应用的部分 比较有专业性 那不好意思 那另外一个是数位的经济发展 就是可能像数位行销 可能旅行社需要 我们需要建立这个数位行销的平台 等等的 电子商务 这些经济共享 都是属于这个范围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海外演习活动有哪一些 那其实像说考察会议 商务会议 参展 训练课程 或者说到贵公司 做一个教育训练 这个都算是海外演习 甚至是国际会议 研讨会竞赛等等 像有一些厂商去年 他们就让学生 参加很多海外的竞赛 那像我知道 好像泰国 在明后天 就会办一个 泰国电子智慧的 制造系列的展 那如果学生派去参展 去参观这个展览 然后收集资料 建立一些建党等等 这个也算是他们的一个 研习活动的一个范围 所以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 好 那研习单位的申请方式 可能大家这边就是 比较跟大家相关的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 有一个这个 提出这个申请的部分 那我们今年是定在3月4号 所以时间稍微赶一点点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委员审查 那他会审查 是根据您缴交的资料 来审查说 您提出的这些职缺 是不是真的是 数位相关的职缺 那能不能够协助 这些演习生 他们建立这个 相关的工作经验 好 那如果都OK的话 通过你们就会可以 有这个权限进入这个平台 然后跟学生媒合面试 然后最后就是 研习的部分 好 那人才部分 我这边不再赘述 我们刚刚都提过了 那时辰比较重要 就是刚刚李会长 李秘书长有提到的 就是这个3月4号 我们的这个 研习单位要交这个 资料 然后送审 然后5月的时候 我们的实习生上传资料 然后在5月就会如火如土 5、6月的话 就是大家面试啊 这个时间 然后7月我们就会进行 整个实习跟演习 那到年底之前 会有一个成果发表会 那其实像刚刚 像各位总会长也都提过的 就是其实这个 这个计划 对于大家的帮助就是 它可以很快的帮大家 找到这个数位相关的精英 然后呢可以帮大家 成下一些训练的成本 然后拓展海外的事业 跟打开大家的知名度 那这个地方呢 是实习单位的申请需支 是比较 比较详细的 那我赶快快速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在填写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相关的问题 那您的资格如果是 您是海外的企业 研究机构 非盈利组织 都是属于这个 符合这个资格 那如果您是台湾的企业 就登记在台湾 可是您有海外的分公司 或办公室 甚至就是一个据点单位 都可以 都是符合这个 我们的申请资格 可是如果是在香港 大陆或是澳门 这三个地方就是 不符合这个资格 可能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OK 那就是另外就是说 要提供符合 我们这个产业的实习机 就像刚刚说的那两个大项 然后要安排学生到海外演习的 这两周的那个内容 也要麻烦各位规划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这个时间 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看一下这四个点 下面这四个图 就代表四种资料 是大家要填写的 第一个是基本资料 就是公司的成立 公司登记的名字 联络人等等 这些比较基本资料 第二个是实习职缺的 清单的填写 这个部分就比较重要 就是大家要确定 你开的职缺 是真跟数位人才相关的 可能你说如果 我需要一个会计 那可能就不符合 这个样的一个条件 那可能就比较 在这方面就不会得到 比较高的评比 好 然后当然是海外研习的表格 规划 就是说我们那两周到 贵公司 贵单位去实习 演习这样子 都都OK 就是不用写的太细 一个小时做什么 两个小时做什么 我们就是一个大方向 那两周一定会遇到六日 那六日的话 我们就是弹性使用 假使说今天的六日 刚好有一个很棒的科技大展 在新加坡打个比方好了 那当然这天可能是很棒的 一个实习机会 研习机会 我们就可以安排学生到那边 那这个就是弹性的运用 这样子 好然后最后有一个 合作意愿书 这个部分是最后填写完之后 确定合作意愿 要请各位要签名这样 缴回 好 那这个部分 我们审查的四个阶段 两个阶段 那有四个项目 就是组织发展潜力 人才培育能量 实习发展的 职缺的发展性 跟海外协助 这四项 那这四项都在虚值里面 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说 各个代表什么意思 好 那大家可以再 阅读之后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跟我们提出 没问题 那 再也就是说 我们在评比的部分 是以75分 达一个标准 所以说 如果没有达到75分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 参加这次的 这个实习的 这次的安排 那也没有办法接受 复查这个结果 就要先跟大家说一声 好 那这个实习 刚刚大家也看过 就不再赘述 然后最后 这部分是可能 比较请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 我们有这个 跟实习生如果确认 要 没合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 跟实习先生 签订一个实习的工作合约 他说 你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然后 我们的时数是240小时 那如果说 您评估 可能需要超过240小时 可能这部分在面谈的时候 您可能就可以跟这个实习生 讨论说 我们需要在多少的 多少小时 那可不可以接受 这两方可以再讨论这样子 那实习生的权益 因为我们是依照各国的相关法规处理 假如说今天您是登记在不同的国家 那有不同的法规 那如果是台湾的国家的单位 我们就以台湾的实习的这个法规来安排 好 那实习学生辅导的话 就是说刚刚那个 呃 线上实习240小时 然后海外演习两周 那我们有一个线上进度访查 就是我们会跟您还有实习生 做一个互动 了解一下最近的状况 然后每个月会请实习生 缴一个学习历程档案 那这个也要给您看 就是说他有没有按时完成 您交办他的东西 然后您可以签和 代表实习生有做到 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 再往下看 OK 那今天的部分刚刚有提过 就是每个月 学生有8800元的补助津贴 海外的话是这个上限是10万元 依照地区来看 那可能会有单位会问说 如果我只想聘用7到8月 或到9月 那他这个部分怎么办 那这部分是 我们还是会继续以 以月来计算发 那但是说您真的需要他的时间 如果只有暑假 那可能也可以跟他讨论 是不是可以调整弹性 就是说实数的部分 是可以让您跟这个实习生 来做一个讨论 它是一定要保存到240 对 但是一定是要240小时 对对对 那所以说也许可以 像如果说 5个月的240小时 可能一个月的时间 是大概40几个小时 比较短 那如果您压缩到2 3个月 也许每个月的时数是长的 也许对您的工作跟计划 会比较有帮助 好 那最后一个是 就是说 这部分可能要提前说一下 就是终止合约部分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 大家可以完完 顺顺利利完成这个实习 但有时候 可能实习生家里有状况 或是他适应上的问题 都是有可能的 不可抗的因素 那我们会有这几个现象 一个是他 这个 这三个原因 我们可能会请他终止实习 第一个是 他填的资料不符合 假如说我现在 他说我已经 我还没毕业 但其实他已经毕业5年了 那就不符合 那适应他 适应不佳 无法适应 工作的状况 跟实习的状况 您也可以跟我们反映 是不是 可能要调整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违反规定 这个部分 那如果是他 真的必须要 申请终止的话 七个工作天前 提交这个工作表给我们 那我们也会跟您 确认这个内容 是不是 如实习生所述 那如果他被退训的话 我们也不会 递补这个名额 那这个部分 要先让各位 单位跟各位 长官们知道 好 那文件的部分 其实就是到时候 你们应该 现在已经 手上有这些资料 就是有这四个表格 第一个是您的 基本资料表格 第二个是实习缺的清单 所以这部分就是一定要 再提醒大家 就是您的实习名称 这个职位名称 跟实习的工作的内容 一定要写的 跟我们刚刚提到 那两大领域 跟数位 跟这个新创 这两个要补合 才会比较适合在这个计划里面 那才会得到这个评委的确认 好 然后第三个是归于参访的这个表 就是说我们的研习的表 跟实乘 然后合作医院书 就是这个最后会 在左下方会请大家 右下方请大家 帮我们签个名这样子 好 那附件的话 可能就大家可以 之后再读读看 再看看有没有需要讨论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像去年来讲的话 有 其实我们只有16个名额 但是有200多位的学生 报名 然后都是相当优秀的学生 跟学校 所以是 相信我们有能力 可以帮大家招募到 很合适的 很有能力的人才 这样子 那资通讯 工程 跟商管的学生 是比较多的 好 那这边 网路上也有影片 可以大家看一下 去年跟前年的实习生 跟实习单位 的一些新的分享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 现在 留给大家问答 谢谢 好 我想 我们谢谢我们自策会 攀先的一个说明 那想 现在就是我们 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 刚看到很多的一些 会长都已经上线了 我们是不是先 在QA之前 我们先 请大家 先开个镜头 我们先 先拍个合照 好不好 好我们 在这个我们的就是QA之前 我们先 先来拍个 先来 先来 照相一下 好吧 我们再请大家先 先 先那个 把镜头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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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合影一下 合影一下 好 糟糕 我这边 我这台电脑不太会用 那个 亦凡你可以帮我拍照吗 我想 一群亦尼的陈亦凡 帮我拍照一下 可以吗 我这又 这台 我换了这台电脑 我不太会用 这台电脑 我看不太懂他的那个画面 亦凡还在吗 好 请大家把那个 画面打开 就是照这个 荧幕打开 那请大家 还是请那个Kumi帮我拍一下 你有办法开吗 好像是这个 我试试看 ok 好 那我们 好 来我们 请大家就是 开个镜头 好我们开个镜头 我们 请大家把镜头打开 大家比个赞 好不好 比个赞 大家比个赞 在镜头先比个赞 好来 我们可以了 可以了 好来 1 2 3 好 我们再一张 再一张 再比个赞 好不好 再比个赞 好 打开一下 1 2 3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进入到我们的那个 Q&A的时间 那这个Q&A的时间 我想刚刚我们的就是 我们泰国的 刘思亮会长 有 那个 举手 好 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刘思亮会长 我们请他 来询问一下 好 我们询问一下 我欢迎泰国的刘思亮刘会长 嗯 他刚刚 刘会长 你在吗 麦克风 麦克风 是不是 麦克风 总会长 你好 还有秘书长 还有那个潘先生 你好 你刚才有讲说 20位实习生 是每个企业最多20个实习生 还是全世界总共20个实习生 是 这是我们这个季 对 谢谢总会长的提问 对 刚刚可能没有说明清楚 就是这个计划的经费的赞助对象 是20位 20位 全世界都20位学生 目前 目前是 对 OK 好第二个问题 那你刚才讲数位 这个其实数位是蛮模糊的 是我们讲这个工作有关于CRM ERP 还是网络行销 还是AI 行销的部分 哪一方面的工作是适合这个计划 我觉得您现在说的都是符合的 对 它其实因为我们有列出来 在 在头影片有列出来 在实习区之里面也有列出来 它有两个大项目 一个是这个新创 科技 创新科技应用的 那像您刚提到的AI 语言学习 深度学习 甚至像知道我们去年有一些 它是基因工程的 这个都是属于 都是属于在这个科技应用里面 那像数位经济发展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数位行销 大的数据分析 对 ERP这些都算是 对对对 所以像您刚说 对是蛮大的一个范围 但是 我们有稍微的帮它定义一下 对 好 我是不是可以补算 就是说其实 不管你公司是什么行业别 你公司是 是开矿的也好 你公司是卖五金的也好 还是像我们是开旅馆的也好 那个在传统的行业里面 你有数位相关工作 包括可能数位行销 在网路上卖东西 这些数位相关 但是不可以让同学去 像我们是做旅馆的 不可以让同学 迟迟缺失去做Housekeeping 这种就不行 因为这个跟数位无关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哪块你是今天你是 像我们那个 印尼的 印尼的幼正有上来 他们家在印尼 最近有要开矿 你开矿当然不行 但是问题如果说你是 在上面的那个 数位行销 数位相关的 那种 这种可以 比如说他帮你的矿场 未来的矿场做一个 那个 数位APP 数位管理 那个矿场的数位转型 OK啊 大概这样了解吗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我这意思就是说 不限制是制造业或是买卖业 各个行业的企业都可以申请 那有没有改变 企业需要多大的 多大的工资或多小的工资 他企业规模 有没有限制呢 好 谢谢 我们这边对于 那个理事长 就是我们这边对于 企业的规模 并有一定的限制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数位职缺 他的这个 能够培育学生的能量 就刚刚像李秘书长说的 就是我们并不会 限定说一定是要 数位领域的背景的公司 你一定要是科技新创 你才能够培育这个学生 但是如果说像这样 举例来说 一贩店业 但是他可能是做一个 数位行销的一个 就是可能资料分析 可能像职业 或者那些比较是 跟科技有相关 数位相关应用 那其实那样子的职缺 如果是有发展性的话 那我们的委员 其实是针对这个职缺的发展性 数位新去做评断 那企业本身的规模 并没有特别一定的限制 但是当然我们会去看说 就是您 您申请的原额 跟你这个职业的职缺的大小 举例来说 如果有一间海外的 就是海外公司 他可能只有五个员工 但是他申请了八个员额 那我们可能会合理的推断说 你才五个正职员工 但是你居然想要去带八个实习生 那可能你这边的正职的能量 可能会不足 那委员会将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去做一个评断 但并不是说五个人的员工不行 五个人的员工但是申请一个员额 那其实如果这样是一个非常 数位发展性的职缺 跟这样一个还要蛮占占性的公司 的公司的话 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 大概以下说明 了解 谢谢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有 那个 那另外我可以跟大家补充 先刚刚潘先生讲的 就是可能有一部分 大家可能之前有一些会长有问 就是那这个部分我们 申请单位 因为我公司有去送申请 公司有送申请 那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做旅馆民宿行业 那我们主要是去做相关的数位行销跟 线上 因为我们靠很多的是线上的交易平台 线上社群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数位行销的工作 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在网路上面 在推广我们的旅馆跟民宿 所以我们有做申请 那很多说那到底企业要提供什么东西吗 当然 他的工资是由就是整个计划会去支付 他到比如说他来日本或是他去印尼 或是他去泰国 或是他去我们的非洲南非 我们说不管是去哪边 我看到我们洛杉矶的邱企 邱会长也上来 我们邱米总会长也上来 他到洛杉矶 那OK 他的飞机票住宿 他们有个上限10万块的生活 就是交通住宿 还有生活津贴的补助 上限10万 看去哪个国家机票住宿 还有相关的当地的那些交通 各方面有个标准 那这是由政府来提供 那企业这边可以给他们必要的协助 比如说哪边是离公司比较近 那或者说你公司有额外 要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小车 那个就是个人心意 有提供很好 没提供也不要紧 也不要紧 也就是如果说你们有 就是当地 但是当地他们一定要有一个 比较麻烦的大家会觉得说那14天 他必须要到你的那个单位 去研习14天 这14天呢 你要就要写一下说14天 他们要干嘛 要学什么东西 比如说他要到你们的 跟公司一起开会 然后可能陪同一起拜访客户 或者是像我们目前是安排说 他来东京的话我们会指定一些地方 请他帮我们去拍一些数位行销的素材 然后叫他帮我们做相关的网络 数位行销推广的一些短影音啊 或什么的 因为这跟我们的属性有关嘛 我们就是做观光旅游住宿的行业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数位行销的部分 那这部分来讲就是我们会去申请的部分 那每个公司按照他不同的属性 比如说举个例子像一凡你们是卖 在印尼是开咖啡农庄卡 那你可能就是也可以用 请他们帮做APP 帮你们做 甚至你帮他们做一个数位的一个网络上面 如果帮你们在印尼最好的咖啡 能够卖出来 就是通过网络的力量 如果数位的力量卖到更多地方 这种 这种就是 都可以去做 那费用的话是政府来支付的 大概是 是这样子 好那这是我对这个理解 当然就是问说有什么地方 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话 也可以请我们的支持会 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补充说明 大概是这样子 是我们刘总会长 刘总会长 因为他跟那个智里还有跟那个 对不起 跟智里北商有做也是做这个数位行销的一个实习方案 是 对 因为我们泰国跟北商大跟智里科大都有实习生在交换 那有关这个计划呢 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们泰国 华商经贸 做整个说会员的数位的整合 可以申请吗 因为我们会员做几百个 那要把整个会员的资料跟会员的所有的这个 他们的资讯 如果做一个平台 可以申请这个职务吗 你的意思是说用泰国华商经贸去申请吗 对用泰国华商经贸 但是泰国华商经贸 泰国华商经贸联合会 在泰国有合法注册登记的资料 没有 应该是跟乔委会登记的 跟乔委会登记 是 有跟乔委会登记的资料 的话 应该就可以 但是你要就要拿出跟乔委会 有跟乔委会注册 我们中华民国乔委委会 注册登记核准的文件 那这样就可以 但是就是变成说 他的实习单位就是泰国华商经贸联合会 是 那就要做这样子的 但是第一个就是他必须是 一个 海外的合法的一个机构 是 再来你的就是 相关的计划就要写出说 那他可以帮这个机构 做到哪些数位的相关的事情 那你这个机构到底有多少的 职员 比如说我们 台国华商经贸有多少的 比如说我有 两个专任秘书 然后有30个里监事干部 这种的 这种有可能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不保证 这个要问一下 我们的资社会 因为这种案例比较少 好 我试试看 好 谢谢 要不请自作为回答一下 那个非营组织要怎么做 是 对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李秘书长 就是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如果您是住外 就是说您是 在台湾登记的公司 或是组织或是团体 这没有问题 但是说您在海外 要有一个办公室或是据点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学生到海外到参访的时候 才是符合这个计划的原则 说可能是您 不一定是开到分公司这个状况 可是至少有一个 海外的据点跟办公室 对 那我跟那个 跟资社会的长官潘 潘长官才我们的组长 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在座线上的这些 都是我们各州的总会长 或是各国的会长 这些会都是跟我们 中华美国侨务委员会 那这第一个 就是说都是海外合法的华侨社团商会 那当然 会址大部分都是会用在 因为这些会长大部分都是 在各地的华侨的这些商业界企业家 他们自己很多的会的办公室 都是在自己公司的企业办公室 那这个然后呢 这个会像像我们在日本的会 也是我们的日本的成绩奖会 拿进来在线上 那他的会址也是在他的办公室 大概大部分 大部分会是用这样子的一种形式 那大概就是 当然会务有会务的推广 会务推广的需求 会务数位转型化 很好 甚至帮协会做协会的网站APP 帮协会做很好的行销推广 跟会员的数位服务 这也都很好 那但是这个部分 但是每个会的这个各个各国各国的会的状况 还有各州各州会的状况 那就就变成说比较不同 那这部分到时候可能 当然也是可以用会的名义去去试试看 那就是要看资格不符合 不要会的麻烦是会的专任干部都不会多 协会的专任干部 就用台湾也是一样 里建市干部很多 专任干部不多 专任干部可能就一个两个会务秘书 专任秘书 其他大部分都是里建市会长 里建市会长大部分也都是容易指 比较不会有所谓专职 这是部分非英组织的长相 大概是这样子 我相信你们也很清楚 大概是这样 但是当然这部分我想 是不是我们的那个政府 我们的审查委员会不会同意 这个也要看审查委员 我们也不能guarantee说你申请的一定会通过 我审查委员是觉得说这个可能跟需求不太符合 可能不合主题不一定 大概这样子 不太符合 对 谢谢補充 谢谢 没错 还有我们的王兴领总会长有提问 谢谢 非常感谢职策会两位长官的说明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计划 那么我们泰国这边有一家 这个将来想要上市的一些企业 那他们是做农产品 这是加工出口到全世界 那么他们本身在台北也有办公室 他有请我协助问说 如果因为在泰国的工厂跟公司的部分呢 他们没有会比较没有中文的这个人可以来指导 那种实习生或者是 但是他们如果是他们在台北的分公司的办公室 是有的 那他问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实习生两周的这个海外实习呢 是否可以在台北的办公室 还是一定要在海外 谢谢 这部分回答一下就是这两周是一定要去海外 那原则上像我们去年就是以纯海外实习的部分 其实我们会领选入选这些实习生 他们其实外语能力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所以其实他们过去就是我们过去 他们有直接在英国就是基因工程的新创实习的话 他们是以全英文的方式去做这两个月的实习 所以他们的外语能力本身并不会是一个障碍啦 那当然如果说就是您这别家说台北有办公室 那可以跟学生谈好说在远距实习期间 是不是可以进台北办公室更了解这个公司的状况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远距实习的概念是说 如果公司只有在国外那他不会飞过去 那如果说台北有办公室那是不是双方合一 可以让他也进台北办公室去做这个实习 会更有效益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到时候会是 企业跟就是每个人过来的这个人才 这边可以去做一个沟通跟讨论 那这边我们是都支持这样子 好非常感谢组长的说明 我会转告给他非常好 代表说就是实习生他们在海外 用全英文沟通没有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 非洲的总会长李云伟总会长 他也是我们在南非的议员 那难得今天异作有时间上线了 他也是他已经宣布要参选 我们下一届的世界总会长 我们也要祝他高票当选 欢迎我们李云伟总会长 总会长王行义总会长 还有李奇岳秘书长 葛大叔佐总会长 还有各位的会长 还有这个长官 早上好我们南非现在是凌晨六点六点半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可以听到一些有关我们台湾 比较高科技的这些产业 我本身现在也在斯瓦地尼是 我们台湾 唯一有方交国的斯瓦地尼 目前我们在做一些 矿区那个开采的那个生意 那我们可以我们想说如果 能我们的生意也能做到数位的话 我们希望我们公司也能提供这个机会 有没有什么研习生 可以来来到我们非洲给我们指导 我刚刚看了一下 好像没有任何实习生来过非洲的 我们可能没有人可以到台湾去学习了 可是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 就是他们来我们 斯瓦地尼的时候呢 看看这个实习生可不可以来这边 给我们一些指导 给我们一些 不一样的看法 跟那个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远景 那我不知道这在如果这我们要可以 我们是可以提供呃 研习生来的这些所有的费用 这边我们我们可以处理 那呃不知道我们如果要呃 这研习生来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相关的措施 或者是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 呃他们在这我们当地研习的时候呢 呃他可以怎么样来的 呃跟他们怎么样的配合 呃那请那个潘 潘那个潘长官啊 还有那个主任 呃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常常需要这些研习生过来 我们需要怎么样做 或者要怎么样的申请 呃才可以符合这个 这个呃政府的要求 啊谢谢 是谢谢谢谢以义座 那我想我先简单回答一下 那不足的部分 我们再请组长帮我补充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您刚刚说要什么 要怎么申请 我们有一个这个实习须知 那它里面有四大项的资料 需要您填写 您可以在网路上填写 也可以列印出来之后 用纸本填写完之后再回传给我们 那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里面的内容 他都会告诉你说 哦我们可能说实习生他要有什么职缺 然后实习生的职缺有什么工作内容 假如像您说的 希望在这个矿业部分有一些数位的一些注入新的元素 那可能您跟您的这个组织单位要先讨论一下 可能你们是想要行销方面 还是说是在管理方面 还是哪一个不同的方面 那才能够说展现说 这个这个职务跟这个您的需求是相符合的 那实习生可以帮助这个部分 那另外刚刚您有所提到说 你们可以提供这个经费的部分 这非常感谢 那实习生应该会非常开心 那我们这里也有我们的一部分的补助 但是就是是有一个上限 那您刚提到的就是说 到那边的话 海外其实是两周的 两周的研习时间 那其他的时间 学生基本上是在台湾 所以您可能要先思考一下 他在台湾的时候 您有没有这个同仁 或者说一个部门 能够跟这个实习生有一个互动 可以告诉他他需要做什么 需要准备什么前置作业 才能到真的到史瓦丁尼当地 可以衔接的上 可以在见习的时候 做研习的时候做最大的帮助 这样子 对 那像一个题外的话 我们去年也有 从史瓦丁尼来台湾的学生 他也是参加我们这个计划 但是在不同的项目 所以史瓦丁尼学生也是非常优秀 那希望当然有机会 我们打台湾的学生 因为实习生也有机会 可以过去那边给您提供一些 您企业上需要的协助 那我非常感谢那个潘 潘长官还有那个主任的建议 那我们再请那个我们王行律总会长 这些申请的表格 发到我们各大洲 然后我们进一步如果有需要的话 然后再请那个李奇岳秘书长 给我们协助 那我当然呢 我们希望呢 史瓦丁尼 我们的最后在非洲一个邦交国 我们希望能尽力的跟他接轨 让我帮助我们台湾 还能巩固邦交嘛 那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开矿的企业呢 我们现在正式列入为 史瓦丁尼的央企 我们属于 史瓦丁尼国王持股25% 然后史瓦丁尼国家持股25% 我本人持股50% 所以我们现在上个礼拜 我们正式列入为 史瓦丁尼的央企 那在这方面呢 我们会得到史瓦丁尼国王 还有那个王子那个 先任的国会议员 他现在是经济发展主 我们经济发展的那个 国会里面经济发展的高位 他也在这里强 就是强力的支持我们 只要我们跟台湾有关的 他们都会尽力给我们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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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洛杉矶秋吉 请邱发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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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邱吉 民意总会长 也是我们洛杉矶的会长 请邱总会长发言 好 这个商业的开阔 考虑到美国地区 第一个是法律问题 打工不可以有薪水问题 那所以我们只能在美国 像美国的很多旅馆 大旅馆 五星级的 是由台湾的留学生 利用暑假的时候 他们有可以法令公 公布以后才能够申请 向美国移动 移民及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 那另外第二个情形是 美国的大学生 最后一年的时候 他们有一年的实习的时候 像我公司这些 我们就让他们来实习一年 电子商务 那我们就会教他从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比如说怎么申请 怎么申请copyright 公司的商标 到怎么网路行销 网路设计 到最后的人士 所有这整套 我们都会留成 给他们学习 也希望他们能够 学了以后 能够帮台湾 能够赞助市场 那当然我们这里面的交手 当然是跟中国的 有一些仿冒 我们的品牌 或我们的公司logo 这些我们在有法律的诉讼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经验 希望能够传承下去 那当然台湾很多单位 也有派人到海外 来跟我们访问 访查 现在最重要的 我们大概在10到15年前 我们有感受到海外侨团的活力 跟兴盛 曾经跟侨委会跟各单位 现在资客会 资策会的这些同龄也在这里 是不是你们可以最简的 先从设计几个APP 或是网路套装软体 比如说给海外侨团使用 或是给海外的一些 台湾的企业人士 他们的套装软体 那时候我们有建议说 由侨委会拨出每个大学生 20个名额 做网路套装软体 比如说我们的刚刚李云伟讲的 他们想要在那里做矿产 你可以用一个中文形式 可以套英 翻成英文的套装软体 公司的这种东西就是2万美金 就是50万台币 可以给他们只要你设计出来 每年才500万 500万你就有10个套装软体 给全世界 比如说我们的李七一的 他们的旅馆 你也可以套装软体 这也非常好 因为我们在美国 我们知道写一个软体 要能够做到非常完整 能够再加上能够有商务使用的 那个商品卡的话 那当然很不容易 但是基本上这个社团 或是公司的这种 套装软体 我想支撤回可以往这边 那假使说要派像这几年有相当多 台湾 比如说长龙 还有我们的马街 这些复理人员到海外来我们接待 然后到各个大医院集团里面去欣赏以后 或者到旅馆去实习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他们一到外国人希望移民 希望亲爱就造成了我们当地接待的问题 这也要考虑的 因为他们看到美国这边薪水高三倍 然后又工作环境 反正两个礼拜以后 他们就开始只是不想学习的 都想要问什么留下来 这个叫造成海外接待单位的困扰 支撤会可能要对可能 美国地区比较严格比较慎重 这只是我刚刚分享是我们这几年工作的感觉的方向 但是支撤会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在资讯方面很强的地方 你们家愿意派人到海外 尤其现在我们我最大我公司在美国 我是做电子商务保险方面 尤其保全能源 做美国的警察消防队预警 可是我们最大的反而是中国的天猫 天猫还有阿里巴巴 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因为他们利用不公平的空运 就是他们的邮寄跟美国的邮寄 结算是有罪费国 待遇都是他们未开发 这是我最大的困扰 但是支撤会里面可以从简单的套装蓝体来 就像简单的APP 可能会造成也影响到我们海外社团 跟很多小公司 这种一开始就进入市场 像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没有 公司电话都没人接了 因为全部网路了 所有电话全部接待 我们做email 或是line 或是所有都是公司的shopping card的回答 已经没有 电话都 免费电话都已经没有用了 只是说今天跟你分享一下 那当然假使我们支撤会想要到海外来 站在我们世界华商经贸 在我们王总会长 秘书长李七一 各位单位 我们洛杉矶的华商会 跟我的公司也很乐意去接待他们 也让他们去了解 如何在美国怎么申请抖内内 怎么去申请公司的logo copyright 跟我们怎么在美国里面开过市场 这个我们都愿意把经验流出来 而且这个都是 因为美国是很开放的地区 包括我的竞争对手 哪一家中国的厂商他进什么货 他每个月在美国销售多少 我都可以从电脑上搜寻到所有资料以后 而且除了搜寻他产品价钱以外 我还知道他每个月可以用电脑开放 查到他从海关跟他卖了多少营业 这个资测位 假使有行销人员电商的话 这个可以去考虑到很多地方 来研究学习这个技术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秋葵 秋董会长 也欢迎你的公司可以填写报名表 来申请我们的实习的同学 那我们还有没有任何的 因为现在时间是12点35分 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一些问题要询问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要询问 我们也感谢 我们感谢非常多的这些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把这个 因为好像有一些资料可能大家不方便 还没有拿到的话 我们有这两个QR Code 大家可以帮我们扫一下 如果说您需要 绿色的部分是您可以填写您的基本资料 然后我们就把刚刚说的那些简报 还有那个须知 报名的程序等等的资料都寄给您 那橘色的部分是到时候您的资料准备好之后 可以缴交的位置 如果您方便可以先拍一下 或是之后这个秘书长这边会有会议的这个录影 您也可以再参考这两个点 因为这两个我刚刚漏掉没有给大家看 对这两个QR Code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好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打断秘书长 那不好意思 再回应一下刚刚这个 就是美国这边的就是concept 因为我们去年也是有美国的同学 那我们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 其实也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那我们最后是走J1最正统的工作签证 那我们这边其实就是尽量是 但是希望人才会先站 就是并不会造成像是如果他想要跳机啊 留在当地 然后造成的演习单位的困扰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设计 他必须要回到台湾 再完成他 对我们这边计划的一些义务 这些学生才会领到最后的景点 那我们在这一块 就是人 地面人才会 就是因为看到国外的月亮很圆 然后他们又觉得环境也很好 然后想要留下来 就是这些困扰点 那我们这边有做一些简单的设计 那刚刚提到说 有些像套装软体 或者是什么之类 就是因为我这个计划比较是做人才的培育 跟就是培训 所以我们比较并没有到设计到 就是对企业这边去有一些就是软体的这个服务 但是我就我所知政府有其他计划 可能有像什么云士机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计划 他可能会有针对新创的一些小套件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平台是 新创现在会做一些可能像是ERP的系统 或者是一些可能是简单的管理系统 那他们就是可能会放到就是政府的一些网站上面 然后让这些海外的不管是台湾或台湾企业 那他们可以过去像是就是像shopping card一样 这个还不错 我可能想要导入这样的人资系统来帮我管人 我想要导入这样子的可能 并会想要帮我管我配合的可能货运的 货运士或者是司机等等 那他们现在有一些小小套件软体 是政府这边也是会有希望能够有平台可以去帮忙 那这次会现在目前这边并没有相关 那就是主要推动的业务 那我们因为我们这单位 比较是一种人才的培训 那所以说如果各个就是总会长 然后你们自己的企业 或者是你们自己的费费营利组织 对于这样子的计划有兴趣 然后你们觉得也是有不错的数位职缺 那就是可以都欢迎来申请这样子 那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谢谢 谢谢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要询问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询问的话 那我们就要谢谢各位今天热情的参与 现在的时间是12点38分 那我想我们就感谢大家 那我们最后还是呼吁大家尽快申请 我们3月4日是截止日期 那所有相关申请的表格表单文件 我会在我们的群组上 会再发一次 那也会也请这个支持会这边 在我会把这支持会这两个QR Code 也放在我们的LINE群上面 我们LINE群上面 那我们的整个就是 如果说你有任何申请相关需要的话 不弃嫌的话 我也会把我们公司 已经我们杨经理他做好的计划的范等 我公司的范等 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再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的 就这样子回答 我可能会被他傻掉 那我想因为时间比较赶 3月4日 所以我想就是 我们尽可能提供给大家最好的服务 那怎么样来填写 那填写完 那不管今年如果真的来不及 明年应该也还会有 因为他这个计划每年应该都会 都会有 而且我希望下一次我们明年 也可以透过我们大家的力量 跟政府要求更多的名额 因为去年16个 今年20个 我们希望 希望后年有 明年有30个 后年有40个 然后可以让大家能够以大代小 让我们 就是给台外乔台商企业 能够来带动我们的这些 台湾的这些学子们 国际官 让他们能够 也透过他们的力量 把新的力量发挥进来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我想我们今天是不是 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边来结束 那是不是请我们的总会长来宣布 我们今天的活动顺利结束 非常再次好感谢我们资特会 两位长官的给我们详细的说明以及Q&A 也感谢我们全世界六大洲洲总会长以及各国会长 以及我们全世界各地的侨领先进的上线来关注这个议题 因为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计划 我觉得我们全世界华商经贸联合会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第一个我们可以协助我们的企业数位化 提升我们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能够协助我们国内的青年学子 包括毕业的生 还有这些还在学的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 能够开拓他们的视野 让他们把他们的所长能够能够更上一层楼 也协助我们的企业进一步 因为他们有很多idea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 那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我看到的学生包括我们台青教程很多优秀的国立大学生 都在这个我们学生的这个名单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机会 我希望我们全球各大州总会长各国会长 把握这个机会把它推广 把这个福音推广到我们所有的侨台商朋友 让所有的侨台商朋友都可以来申请 那么都可以来协助我们国内的这些学生 能够让他们更成长 培养国际观 同时这个提升我们企业的竞争力 尤其是数位行销 还有我们的这个数位化的一个管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今天非常感谢 再次感谢我们支撤会 以及我们各大州总会长各国会长的参与 今天的活动非常圆满成功 非常感谢 谢谢在此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平安吉祥 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的总会长 谢谢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顺利有本的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非常有意义 而且很成功的活动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邱琦会长 还有我们的这个各大州的会长 我们李英尔会长 看到是 谢谢 我们的江总会长 亚洲对江总